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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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卦卦卦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感恩节快乐 虽然是一个迟到的祝福 但是在这个感恩节过后的第一天 我仍然想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大家 在整个的这个感恩节假期当中 大家一定都是过得忙忙碌碌 那我呢 也有一些个人的八卦信息 和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在今年的感恩节假期 我终于努力工作 开始拍视频了 作为一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很多的听众 可能对我的声音非常熟悉 也都很好奇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呢 好吧好吧 就这个可以满足一下 你们的好奇心 同样的 这样的一些短视频也是我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未来呢 不光能看到我的样子 同样呢 我也希望在内容上能够带给大家更多 这个短小 惊悍的这种精致的内容 那么在各大的这个平台上 像YouTube上 TikTok 抖音 还有小红书 以及微信上 搜索明明信箱 就和我的节目名称是一样的 明明信箱就可以找到我 就搜中文的明明信箱 所以呢 大家如果 本身也上这些自媒体 在看热闹的话 就有空搜一搜明明 加一加我 然后 我们的这个明明信箱里有很多的听众 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情感的困惑 有的欢迎在这些我的频道下面给我留言 我也会选择给您回复 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里播出 好吧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呢 是感恩节过后的第一个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这一天呢 可以说是很多的这个人非常期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一度在美国大概是最重大的一个 大折促销销售的大日子 这个黑五的这个促销历史是由来已久的 而且据说呢 每年的这个黑五都是打折力度最大的这么一天 所以往年的时候 早年你来美国 你看到 从昨天晚上 很多地方就开始 商店就开门了 然后再早呢 就有人扎着帐篷 为了抢到这个黑五最最低折扣的价格的这个东西 就安宁扎寨的在商场的门口排队啊 那么这过去的两三年 由于疫情的影响啊 各大的商场也推出了这个黑五网上购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措施 第一呢 可以大批的分流来商店里的这个购物的人群 也为大家的安全着想 防止这个病毒的感染 第二呢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有机会啊 不用去千里迢迢 又去排队 又去挤 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黑五的折扣力度 所以过去的这两年到今年啊 各大商家在网上促销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甚至在网上还有一些商品是你在商店里可能看不到的 所以在昨天就阴雨连绵的休斯顿啊 今天也是80%的降雨概率 到处都是这个湿乎乎的 路也不太好走 也很湿滑 我建议大家啊 能这个在网上购物的 咱就别出门去凑那热闹了哈 第一呢 这个新冠病毒还在肆虐 第二呢 这个流感季节也是如此 第三呢 基本上 往年我去过 你这个但凡起床不是最早的啊 你基本上进了商场 那最好的东西都已经被抢光了 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没有 你不想要的东西破破烂烂都在那 然后一不小心呢 你就会可能买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结果最后算下来呢 你会发现花的钱更多 所以不妨呢 拉个清单 然后理智消费和购物 在家里呢 在网上足不出户 你就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折扣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黑五啊 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购物的这个季节了 那么今年因为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很多消费者也担心啊 这个电子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升高 所以有的消费者呢 也是提前就摩拳擦掌啊 准备好今天要大战一场血拼一下 可是在这呢 就提醒大家 其实这些年哈 你像美国各大节日都有一些折扣和促销 黑五啊 它有一些商品可能是特价的 而且数量有限的一些商品 比如大电视啊 有的商场就就数量有限的那么一个 就是极其美丽的折扣 那大部分其他的折扣呢 也不能说就那么回事 但是有一些商品的折扣 可能你跟其他的假期比起来 那并不一定是最优惠的 所以呢 在这就提醒大家 你拉个清单 比如马上要到这个圣诞节了 你当然知道 这个美国人习惯在圣诞节送圣诞礼物 那既然你早晚都是要买 那么趁着黑五下手呢 捡个便宜 当然是好事 所以就拉清单 在今年这个新年之前 你都有什么礼物是一定要买的 把这些礼物的目标 赶紧趁着今天黑五的折扣呢 把它完成 这就属于是可以花费的 第二呢 就是生活的必需品 虽然这个必需品 并不一定是真的那么那么必需 但是就属于你经常会用的 比如我们女士们 像我每年脸上用的这些面霜 比较贵的 我会选在黑五这一天 每年的这个时候买一套 然后大概就够一年的了 或者是大半年的了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最好折扣的时候买下来 然后你只要不开封呢 一年之内使用完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千万也不要涂便宜买多了 因为我也干过这个事 有时候哇 还这么好的折扣一下买了三次套回来 结果你一年用不完 两年用不完 它就快要过期了 那这个时候你在送人呢 快过期的东西也不好 不送人呢 放在手里就眼看着化妆品 这些东西要过期 卫生状况又不是那么让人放心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浪费啊 所以就是拉好清单理智消费 那这些你用得上的东西呢 包括什么洗发水啊 护肤品啊 这些这个手指也好啊 就是这些消费的你平常的生活护理用品 是你肯定会用到的 家里有小孩的这个diaper啊 这尿不湿啊 这个东西放了一年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趁着折扣好 把这些生活里你会一定用到的东西 先先肯着这些东西买 然后之后呢 你再看这些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当然你像Amazon啊 还有各大商场的网站 你都可以溜达一下 Warma呀 然后高档的商品 你就像那位Markets啊 Saxfield Avenue啊 他们的官网上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黑五的折扣力度 比如那位Markets也经常会有什么 消费200反反这个50的购物券啊 还有礼物啊 反正不同的一个折扣力度吧 你就直接点他们的官方网站 你就可以去直接看到他们所有的折扣 还有这个大折的商品 促销的商品 今天的这个一个折扣的状况了 所以呢 你就是拉清单 就不容易有这种冲动消费 除此之外呢 当然你打开Amazon的网站 它就会跳出来 这个这个什么 Flash Deal啊 一会儿就没了呢 眼看着那数量越来越少 哦 有些东西真便宜啊 然后觉得 哎呦 这便宜不减啊 这简直王八蛋 有时候就买了 这个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后来发现 这个自己真是上当 不需要的东西花了钱 那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金钱啊 我就这个 在各种什么黑五大打折扣的时候 买的什么 什么汽车上面 充电的小吸尘器 从来就没用过 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不用它 平时都用那大的吸尘器 然后 这个有时候买一些什么 这个蒸脸的呀 什么这个蒸汽熨斗啊 无数个这个所谓的新产品 最后发现用的时候 我还在用这老式的熨斗 觉得最顺手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大打折的时候 你就容易非理智的消费啊 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专家也指出啊 其实在这个1月1号以前 有一些东西 它并不一定在一年当中 黑五是最好的折扣日期 比如说这个冬天的服装啊 健身器材啊 钻石啊 礼品卡呀 最新的游戏机 这个美容产品啊 家具以及汽车等等 这8类商品啊 出于各种不同原因吧 一年当中可能其他的时段 会有更大的折扣 尤其像汽车一类的 这种大宗的商品啊 那价格是非常的昂贵 这个折扣大上一点 那都是动辄几千美金 所以这个钱要省 还是很重要 那么一般这个像 汽车类的产品啊 它每年在这个12月底的时候 汽车呢 一般是在10到12月之间 是比较适合购买的时期 但是通常在12月底的时候 车商到了年底 可能要充一下业绩啊 然后也要可能清理一下库存 所以就在12月底的时候 你买汽车这种大件的商品啊 汽车销售商 可能会提供一个更加的优惠啊 和配套的服务啊 这样的一个大宗商品 可能就比你现在这个黑五买呢 价格可能会更美丽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呢 这个家具啊 这些大件的商品 其实黑五并不一定是升级家具 最好的时间 那么在美国呢 像President Day啊 或者是这个春天的Memory Day啊 那个期间的折扣 其实有的时候是更加的美丽哦 所以如果不是说 一定要在圣诞节期间 要大具的装饰家庭 需要新的家具的话 啊 这些大宗的商品 也可以等一等 另外呢 这个礼品卡是很多人 在年底啊 包括圣诞节 送礼的一个重头戏 所以在12月份啊 特别是在临近圣诞节前 可能你可以买到更加优惠价格的礼品卡 啊 包括最新的游戏机啊 像Xbox啊 等等 这些呢 在这个黑五可能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折扣耶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等一等啊 那么珠宝的啊 买卖也是如此 在全球三分之一的珠宝 基本上都是在每年的年底 11月时12月销售出去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高需求的原因 可能一年到头 很多人会送家人一个贵重的珠宝 作为圣诞礼物 就算呢 这个黑五有少许的折扣啊 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折扣 因为商家一年到头就等着这两个月要赚钱呢 也是你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概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下手 所以大家多看一看比较一下吧 今天的天气也不太好啊 下雨呢 天冷路滑的 出门开车 有的地方也会淹水 所以在家我们就上上网 各大商场的网站啊 Sams啊 Costco啊 这个Walmart 还有这个 这个Target 所有这些大的公司的网站 你就上去溜达一下 露一眼 同样的商品 你或者是Google就搜索 比如说三星的电视啊 多少英寸的 你一搜 一下那个list就出来 所以今天呢 你就要善用这个Google的搜索引擎 找到你最佳的这个 一个价格的地友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明明在感恩节期间啊 终于努力 这个要求上进啊 我开始拍摄 这个个人的这个 自媒体的这些 短视频了 所以现在你如果 上这个各大自媒体啊 去搜索明明信箱啊 就会看到一个一张大脸的我 在跟大家打招呼啊 这个你上TikTok啊 抖音或者是小红书啊 然后美国呢 你可以上YouTube频道 或者是Facebook啊 搜索这个明明信箱 都可以找到我的频道啊 我这个在这个感恩节的假期呢 开始了第一个短视频 然后陆续呢 会比较辛勤的去耕耘 这个短视频 其实这个短视频做起来啊 比我们电台的节目做起来 还要这个省心又快 因为它短嘛 你想你才一分钟 五分钟不到的一个视频 所以这个就是随手一拍 就会发送出来 所以会有很多 我感兴趣的一些 小的话题和人生的感悟 跟大家交流 那么大家可以搜索明明信箱 记得找到我关注啊 好的那么今天呢 这个Black Friday 这个大家看好钱包啊 整个的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 但是该买的东西 趁着好的折扣买下来 也是一个好好打理钱财的一个方法 在电子产品的这一块啊 由于整个的电子产品 真的是日新月异啊 这个你如果是这个想选择性能价格比最好的电子产品 其实真的有时候不用买那个最新的 最最热的这个款式 有时候像苹果的新手机啊 这个14出来了 哎你这个做一个第一个长苹果的人 结果发现哎这不好那不好 这毛病那毛病都出来了 然后你不如稍微渗一渗啊 一个是呢 这个等着这个子弹飞一会儿啊 第一波用的人会有一波反馈的信息出来 你就会知道哎 这一波产品质量怎么样啊 有什么样的这个硬伤啊 你很快就可以在网上看到了 一看嘿这事不值得下手 哎所以呢 可能你就不用花这个大头钱 你想这最新的手机啊 一个动辄都1000多美金 那么贵的一个价格 真的是要精打细算 如果这个时候要换手机 或者是旧的手机电池也不行了 有时候呢 真是没法用的时候啊 你就是退一个level 最新的14咱不买 去买13 哎14只要一出来 13的价格就会很美丽 那么趁着黑五呢 这个时候什么直降啊 满简啊 什么送礼物啊 这些各种套餐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妨去关注这些电子产品啊 那整个的这个黑色星期五啊 我们看到这个电子产品啊 你也主要是要看自己用什么东西 如果说手机啊 手表这些东西 还都用的挺好呢 你这个时候再买一个这个全新的 说囤着 这个事就没太有必要了 因为你这个可能买了个新的 这个现在最新款的 iPhone的这个iWatch 手表你就留着呢 然后担心什么时候 手上这一块坏了 出什么问题了 需要换 结果你发现呢 手上这块可能带了好一阵子 等它出问题的时候 哎你把这个囤着那个拿出来 一看 哎现在价格上 这个买一个全新的 你囤着的那块 可能比你这会买的还要便宜 所以呢 这个在电子产品上 不要追特别新的这个新潮 这个性价比上并不是非常的合适 然后也不建议大家买这个东西 囤着啊 这个因为这个电子产品 每囤一天就过时一天 you never know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买呢 我们说过了 像你这个家里一定会用的呀 然后家里的这个厨具类的电子产品啊 这些东西有时候你升级换代还是挺值得的 比如说现在最新出的这个air fried 空气炸锅 我就把那个旧的老款的淘汰掉了 买一个最新款的 你会发现这个新款的这个air fried 不光形象好看了很多 然后有很多是有玻璃门 你能够看到这个air fried里面食物的变化 因为有时候你比如你烤一个菜花 它那个时间设定的虽然是你大概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火力大了小了 你很难掌握 一不小心东西可能就烤焦了 那它有这个玻璃屏幕呢 大屏幕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菜呀 或者烤的食物在这个空气炸锅里的状况 觉得差不多了呢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盖门啊 可以及时的去这个增加或者减少时间 就防止食物的这个变化 可是我那旧款的空气炸锅呢 就是一个黑的这个一关上你什么也看不到 所以新款的带这个玻璃屏幕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第二呢就是它新增了很多新的功能 以前的空气炸锅呢就仅仅只能够做空气炸锅 那现在的这个新型的空气炸锅呢 它经常还兼具着这个烤箱的功能 你知道我们家里一般厨房都有一个大的烤箱 但是那个大的烤箱有个缺点啊 就是特别慢 你平时就可能烤一个早餐面包啊 或者是烤一点很小的东西 你就希望用一个小烤箱又快又好 那么以前我家里呢就会有一个空气炸锅 还有一个老式的那个很小的小烤箱 有时候烤一个面包片啊 烤一个reheat一个什么食物用一下 那么就家里做一个又一个的东西 现在呢就可以二合一三合一就都在这一个这个空气炸锅 也就不能完全叫空气炸锅了 就是新型的空气炸锅里面 它可以多功能及于一身啊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第二呢就是升级换代的产品啊 你像豆浆机啊 越新的那个真的是噪音越小速度很快 而且呢那个黄豆不用泡就干豆也可以打 这已经是不算是新科技了 那么再新的这个新款呢 就是噪音更加的小速度也很快 你就会发现每天 如果你经常这个自己先榨这个豆浆的话 每天听着那个噪音 其实对于你的健康啊 如果你经常每天啊 不是每天或者说经常做这个鲜豆浆 那个噪音对你的耳膜和你的听力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买一个新款的 这个很比较静音的 真的是让你的耳朵少受了很多的罪 那还有一些产品呢 比如说中式的这个煲汤的这个罐 我就发现这个新型的真是越来越好用啊 以前呢这个煲汤的罐老款的就是开什么样的档 中档啊大档啊低档 然后就就在那煮 几个小时你不关它 它是没有自动定时是关掉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造成你有时候忙什么事情啊一下忘了 这汤就煮的超过了煲了三个小时还要多 四个小时就煮烂了 然后有的有的东西呢可能就需要煲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你就会这个时间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总要看着 所以这个自动定时的这个煲汤器就是非常实用的啊 那么现在新型的这些 这些电炖锅呀煲汤的这些锅有自动定时 甚至有预约时间 你想让它早上起来喝这个慢炖的粥 它可以你可以设定时间在凌晨比如说五点钟 它开始自动工作啊 你早上起来七点钟起来 正好一锅新鲜的这个想要吃的热汤 或者是这个八宝粥就煮好了 一家人吃的热热乎乎非常舒服 这就是这些家用的新型电器 带给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非常方便的地方 那么今年的这个黑五啊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啊 这个很多的大型的品牌 它没有自己的折扣 像很多女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运动品牌 Lululemon啊它的官网也有一些黑五的精选折扣 大家可以上各个品牌的官网上去找 你知道有一些这些品牌 像阿迪达斯啊Lululemon啊等等 它就是在自己的官网上有些折扣 然后这些产品当然也会在其他的大卖场在卖 一些商店里也有卖 所以那个他们自己的那个官网上的产品 跟那个卖场里的产品经常是不一样的哟 所以这一会儿呢想要买的好的deal 好的款式就是多溜的几个店啊 你又不用两个腿走着 就在网上去色赤一下它的官网 同时你也可以去一些大商场的这个网站 Macy啊什么这个这个Sax Fifth Avenue啊 Nordstrom Rack呀等等都可以去找 每一个商店里的东西不太一样的 所以是非常的建议大家 在这个黑五都在网上购物 有一些朋友呢会发现这个还有一些东西 你真的是可以用这个有会员还有积分 我们有时候几个女朋友就会这样 比如说三五个好友 我们是一个很亲密的团队 大家之间也都是多年的朋友非常信任 所以就帮人带买东西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是非常信任的朋友 不然的话那种半熟不熟 或者是不讲信用的人 这是非常讨厌 让你你帮我买吧 买完了哟那个谁 我老公帮我买了一套又不要了 你说你就这砸手里了吗 退麻烦不退吧 这个自己又不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几个闺蜜关系非常好的这种 就可以我们用一个人的会员 他有最好的折扣 而且呢就是统一寄到一个人家里 他还会给你反那个 比如说你购三百购五百 一个什么反购物卷啊 一个累积的什么东西 包括你购物的这个积分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你大概看不见的 一些benefit 一些收益 那么几个好朋友们闺蜜们 反正也是要买这些东西啊 大家联合起来 你会发现呢 可能会省更多的钱哦 同时 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购物啊 你可以上这个拼多多 在美国新开的这个网站 这几个网站 大家一定去看一看 因为那个便宜得有 然后赶上今天黑五 那折扣就更加的美丽 本身那个网站就已经便宜的 快到了家了 然后呢 这个又赶上黑五 就更便宜了 呃 那么这个除了这家网站 还有share那个网站 其实呢 他背后靠的也是 呃 也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所以呢 他们的产品呢 真是价格就便宜的 真的是让你炸蛇啊 所以同样的东西 一定要货比三加 呃 那么你看到了这个 在Amazon上的一个价格之后 你再去上这个拼多多 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网站上你去看一看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 这个价格真的是差的太多 太美丽了 呃 这个拼多多在美国的网站 叫TEMU 啊 TEMU 但是当然了 有时候东西太便宜 这个质量啊 你就不要这个 抱有太高的期望 所以那些小东西 什么家庭里边的 这个房 房家手的东西啊 呃 一些小物件 我觉得还是很推荐大家 上拼多多的美国版的 这个网站上去购物 TEMU 啊 然后 那个价格真的 你就觉得那个价格 就算质量啊 跟你的想法有点 差距啊 又是值得了 什么交代呀 这些小东西啊 拼多多 美国的这个网站 是非常的合适的 TEMU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购买时尚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买衣服啊 什么东西的 这个 这个叫做 SHEIN SHEIN 这家网站呢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这个服装 款式非常的快 而且十几美金 就可以买一些漂亮的 连衣裙啊 衣服啊 我也买了一些泳装 质量还真没那么差啊 价格非常的美丽 他们就是 第一手货源的原因 造成的这个好价格 那么今天黑五呢 在网站上就会有 这个本身就够便宜 还要更多的一个折扣 所以大家上这些网站上 去让黑五啊 这个好好的 血拼一把吧 好的 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 就要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记得如果你也 关注一些短视频 可以上YouTube呀 Facebook 还有TikTok 抖音 还有小红书上 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 我的短视频了 希望能够在那里 继续遇到 我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